我想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老话 金钱并非万能 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 这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 一旦缺了钱 生活中就会冒出许多令人疲于奔命的问题 担心生活费不够用 忧虑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 忧心未来的退休金不足以安享 晚年仿佛一瞬间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都和金钱扯上了关系了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又该如何妥善管理自己的钱财呢 如果你也思考过这些问题 那么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两本理财书集 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第一本是戴夫拉姆奇所著的 彻底改变你的金钱观 另一本是拉米特赛西的 我会教你变得富有 这两本书都指在指导读者 如何有效地管理个人财物 并且在亚马逊网站上 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我从书中提炼出了几个 简单实用的步骤 你可以立即着手实践 如果你正打算认真地 管理自己的金钱 却又不知从何做起 不妨从这些步骤开始 现在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 第一步建立紧急备用金 在彻底改变你的金钱观一书中 戴夫拉姆奇一开始就建议读者 为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 存下1000美元作为紧急备用金 顾名思义 这笔钱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而准备的 比如汽车意外故障 家用空调突然损坏 或是不慎摔坏了手机等 西方有一条著名的定律 叫做墨菲定律 其简要含义是 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情最终都会出错 生活不可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 总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 需要额外的开支来应对 因此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应当预先准备好一笔紧急备用金 并且给自己设定一个规则 除非万不得已 否则绝不轻易动用这笔钱 书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位读者为了防止自己随意动用这笔钱 将钱放入一个密封的玻璃盒子里 只有在真正遇到紧急情况时 才会打破盒子取出资金 虽然我们不必如此极端 但在日常生活中 具备这样的风险管理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据统计 70%的美国人现金存款不足1000美元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大多数人会选择使用信用卡来解决问题 但这绝非明智之举 如果不能按时偿还信用卡欠款 高额的利息只会让情况更加恶化 因此 不论你现在处于何种财务状况 请花些时间存下这笔紧急备用金 当你有了这笔钱后 你会感到重新掌握了财务的控制权 这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动力 去做出积极的改变 第二步 改变消费习惯和减少负债 在彻底改变你的金钱观这本书中 Dave Ramsey提醒人们 要反思自己的消费行为 很多人倾向于使用他们尚未挣到的钱 来购买不必要的物品 目的就只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些 他们根本就不喜欢的人的认同 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尤其常见 社交媒体的普及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 人们常常通过展示昂贵的生活方式 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这样做往往会导致过度消费 和沉重的债务负担 书中提到的一个案例是一对夫妇 他们年收入约为9万3千美元 拥有一栋价值40万美元的房子 两辆价值6万美元的汽车 同时还背负着5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 和2.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他们过度消费 经常参加豪华旅行和享受昂贵的娱乐活动 追逐名牌服装 导致每月入不敷出 尽管在外人看来 他们的生活看似美好 但实际上他们的财务状况岌岌可危 Leigh Ramsey强调 积累大量债务 会限制个人的选择和自由 他建议人们应该优先偿还高利率的债务 并改变消费习惯 一种常见的策略是雪球法 即先还清利息最高的债务 然后逐步偿还下一个债务 直到全部还清 同时定期检查债务情况 并跟踪进展 例如可以使用Excel或Google Sheets 制作一个债务清单 每还清一笔贷款 就将其从列表中删除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直观地看到债务的减少 并激励自己继续努力 虽然长期贷款如30年的房贷 可能难以迅速还清 但短期债务和信用卡债务 应该尽早处理 第三步 存储6至12个月的生活费用 这一步骤可以为生活提供安全保障 并减少因突发事件导致的财务压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可以使用电子表格记录每月的开销 包括房租 食物 娱乐 和其他固定支出 如果不确定自己的月度开支 可以利用手机应用程序 来跟踪每日的花费 例如如果每月生活费用大约为2000美元 则6个月的生活费用为12000美元 12个月的生活费用为24000美元 设定这些数字作为储蓄目标 并为之努力 这笔储蓄不仅能够提高财务稳定性 还能增加个人的自信 并为未来的投资机会 或其他重要决策提供更多的灵活性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不仅能带给你安全感 也是对个人风险的有效管理 这样一来 即便你失业或者暂时失去收入来源 也不至于过度担忧 因为你有足够的资金支撑自己度过一年 并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善现状 你可以从使用Google表格开始 列出每月的固定支出 比如日常消费 房贷 娱乐开销 或健身会员费等 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月度开支 也可以借助手机应用程序 来记录每日花费 只要你持续跟踪记录 大约一两个月后 你就能大致估算出每月的生活成本 相信我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做法 能让你清楚地看到 自己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一旦确定了月度生活费 你就可以计算出 6至12个月所需的生活费用 例如 如果一个人每月的生活费是2000美元 那么6个月的生活费就是12000美元 12个月则是24000美元 把这个数字作为你的储蓄目标 有了明确的目标 你就会更有动力去实现它 这笔钱就像紧急备用金的升级版 能让你的财务更加稳健 也让你更自信 有了这样的储备 你的生活方式也将更加自由 或许你会更有勇气 去尝试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计划 比如创业 开设店铺 或其他可能短期内减少收入 但长期来看 可能会带来更大回报的事情 第四步 开始投资 谈到投资 很多人会觉得 它既复杂又难以入手 担心风险太高 害怕把辛苦挣来的钱亏光 因此迟迟不敢开始 然而 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了解 你会发现投资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Ramit在书中强调 投资是一个非常高效的途径 可以帮助你变得富有 富利的作用 可以使你的财富翻倍增长 书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式例 在美国 一个家庭平均每个月需要偿还 大约2000美元的贷款 如果将这笔钱 投资于指数型基金 假设年均回报率 为10%至12% 那么15年后 这笔资金将累计超过100万美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富利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5年内这100万会变成200万 3年内会变成300万 2年内会变成400万 再过一年半 这笔钱将会变成550万美元 这就是富利的力量 只要耐心等待 你就能获得巨大的回报 当然 这并不是鼓励读者 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用于投资 等到老了再来享受生活 关键是要理解富利的概念 如果你认真考虑富利的影响 可能会在消费时 做出更谨慎的决策 例如 你可能会考虑 先购买一辆价格更实惠的汽车 作为代步工具 而不是花费大笔资金 购买豪华轿车 然后每月省吃减用还贷款 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投资 几年后 当你的财务状况改善时 再购买更好的汽车 这样做可以减轻经济压力 让你有更多精力 投入到能够为自己增值的事情上 使生活更有意义 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 选择投资长期稳定回报的指数型基金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谓市场指数 是指用来反映某一市场变化的数字 例如 标普500指数 代表了美国市值最高的500家上市公司的表现 通过将这些公司的股价加总 并通过计算得出的数字 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指数 它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整个美国经济的走势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指数 如香港的恒生指数 台湾的TPEX50指数 和新加坡的STEE指数等 指数型基金或ETF 是按照这些指数中的成分股构建的投资组合 例如 VOO或SPY这两支ETF 就是根据SNP500指数的成分股进行投资 简而言之 他们会将资金分散投资到 美国市场表现最好的500家公司中 投资这类ETF的好处在于 管理费用较低 且无需花费大量时间挑选个股 投资者只需定期投入资金 跟随市场整体增长即可 在过去50年里 SNP500指数的年均回报率 约为10%至12% 虽然初次听到这个回报率 可能觉得不高 但只要长期持有 富利的效果就能带来巨大回报 Tony Robbins在他的两本书前 七部创造终身收入 和不可撼动的财务自由中 采访了超过100位投资界的知名人物 包括沃伦巴菲特 雷达里奥和霍华德马克思等投资大师 他们都一致认为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投资指数型基金是最简单 且成功率最高的方式之一 这是一种长期投资策略 需要将目光放在5-10年 甚至更长远的时间范围内 不必过分关注短期市场波动 例如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很多投资者遭受了巨大损失 但如果只是单纯投资指数型基金 并定期买入 那么就不必过分担心短期内的市场波动 在市场下跌时 你可以用相同金额买到更多份额 从而降低平均成本 随着经济复苏 指数价格也会继续上涨 回顾过去 这些指数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后 仍能回到持续增长的趋势 因此 从长期来看 经济总是会增长的 短期的修正 并不会对你的资产产生太大影响 只要耐心等待 未来有很大可能获得巨大回报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内容仅作为信息分享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所有交易都存在风险 请谨慎投资 例如 过分节俭不敢消费 甚至为了几十块钱 与家人朋友发生争执 这些极端的行为都是不必要的 Ramit在他的书中 建议读者 可以每个月给自己安排一个 无罪恶感的预算 将这笔钱视为对自己的奖励 你可以尽情享受 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者去旅行 无需感到任何内疚 这种方法 可以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 增添乐趣 而不仅仅是一味的牺牲 以上是我从这两本书中 摘取的一些 较为简单的理财步骤 当然 这些方法并不是绝对的 它们只是一个蓝图 供参考而已 毕竟 每个人的生活和经济考量 都是不同的 而且理财还包括了许多范畴 比如保险 税务 买房 还是租房 资产配置等等 这些都会在学习过程中 慢慢接触到 最重要的是 先开始做出一些改变 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 认真管理自己的财物 你会发现 自己的内心 会变得踏实很多 至少你知道 现在该做些什么 最后还想说的是 虽然金钱很重要 但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曾经看过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健康的人 会有无数的愿望 但生病的人 往往只有一个 别忘了生活中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事物 比如健康的身体 家人和朋友 还有宝贵的时间 感谢大家耐心阅读到这里 希望这篇文章 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价值 如果你想支持这个频道 欢迎订阅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无论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如何 衷心祝愿你 能拥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和快乐的生活